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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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致的認定為 文化住產中的歷史建設物 另外,我們登入的名稱會用 舊的嘉義式公所 來登入 另外,有關建築物的部分 我們是 保留 1950年代 原來的公共建築物 也是牙石的一個封帽 那就是不會包含 三樓 也就是說,三樓的部分 我們會全部採取 大概是這樣做成的建議 建築物是一二三層樓 那一二樓的部分是1954年蓋的 然後三樓的增建是因為 1982年加一四三格的時候 因為空間不足 人員後邊空間不足 所以他就增建了三樓 那三樓的使用方式就是比較簡易的 就是不是RC的 三樓主要的構造就是清鋼架 清鋼架的屋頂 然後做的一些電話板 還有一些實能裝修這樣子 你也可以算是可以 然後基本上最主要就是說 一樓跟二樓是1954年 剛開始的時候 那這個目前是很爆熱的 所謂要賺錢 本來是要賣掉是要賺錢 那這個部分的確是有七億的價值在那裡 但是我們不要以金錢來考量 不過財政處如果能夠提出的點子非常好 讓這個市民的共同財產 達到最大的價值 這當然我會給他拍手 第二個我希望所有的市民不要客氣 來跟我們一起演繹說 那這個怎麼來做比較好 如果你能夠願意要來承包承接 符合我們的要求 能夠把歷史價值能夠好好的保存 又能夠展現活化的一個 讓大家很多人願意來這裡使用 我們當然也很高興你來跟我們建議 後來來跟我們承包 這個都可以 我們感到很欣慰 當然也很肯定 市政府對於歷史建築的重視 那以前我們都說嘉義市是一個 沒有古蹟的地方 沒有歷史建築的地方 那從今天開始 我們嘉義市有一所 舊嘉義市公所 可以來代表嘉義市是有文化水準的 那我們很感謝市長還有財政處長的努力 一起將這個舊事公所的那個歷史價值 透過文字審議 然後告訴市民 市政府它是未來會將文化這件事情做的 讓市民有感 那我們舊舊們呢 未來也會轉型 搶救的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以一種督促 或者是促進這些 甚至空間或者是歷史建築呢 可以有很好的活化利用的方案出來 這是我們舊舊事公所推動聯盟 未來要轉型的一個角色跟任務 謝謝 有沒有一個活化利用的方向 希望是怎樣的方向 這個議題我們在這個整個搶救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有討論過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公共的財產 那如果可以透過市民的公共參與 產生一個比較符合市民需要的一個使用空間 這樣會比較適合 那我們舊舊們的立場不方便 他這邊講的太具體 因為這樣子變成是 是不是我們有一種嫌疑在 所以就是我們以後會持續關心 然後希望 剛剛因為你聽到那個市長 有在講到說 是不是可以有那個市民提供更多的方案出來 那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方向在的話 那是不是有一個公聽會 或者是公共論壇 然後邀請一些專家 或者是市民來共同參與 然後把這個舊舊公所的想像空間 可以有更多元的讓市民來討論 2 1 2 3 Yeah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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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